有一個道路 那我們這邊的道路也切割了幾個寒洞 然後讓淫水進去 然後進去裡面其實希望藉由水塵池能夠淨化這邊的水質 那這邊我們的環湖步道 這邊的步道其實我們也花了很多時間在討論 尤其是這一段 我剛剛說這個地方 其實我們規劃這個地方是核心區 可是這邊為什麼我們還是有步道出現呢? 是因為里長他那邊有說 這邊兩邊其實都有很多的居民在這邊 如果我們只考慮在這個地方的話 會忽略這邊的里民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我們也考慮了很久 後來想到比較折中的方式 這邊又是有公車站 這邊其實噪音也比較大 可是這邊覆利比比較少 所以我們希望在這個地方能夠密執副城市的植栽 希望能夠藉由這樣覆程式的植栽 可以直接減少遭營 那另外一方面 如果這邊 如果是有必要一定要有一個讓 讓居民能夠通往的道路 因為這邊其實有個既有的出入口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考慮呢 這邊是既有的出入口 那我們考慮呢 這邊的道路其實盡量的減少對我們核心穴的干擾 所以這邊呢也盡量能夠有一些大樹 或是一些竹梨啊可以遮住 讓這邊的生物不受干擾 而這邊的道路呢其實盡量就是採取比較 比較小的不會影響到生態的或是架高式的方式 這邊進行 那主要活動的地方本來是這個裡面 那我們有一個特殊的地方就是 因為這邊考慮到這邊現有的地方 有幾株比較大棵的樹木 所以我們乾脆在這邊呢 就把它挖成一個鹿島 那另外在旁邊呢 我們希望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這邊呢做的是浮島 所以有陸島也有浮島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呢 這個地方在流到這邊來 其實就比較偏一般民眾的使用區 所以這邊呢是規劃成清水環境 讓民眾可以經過這邊的水源到這邊來 其實如果經過水村植物的進化 其實這邊的水質應該會變得很清澈 那我們現在用比較潛水域的地方 其實可以讓小朋友啊 可以在這邊習氣玩耍 讓這邊就成為一個名副習士的水質公園 那另外這邊 這邊其實就是有繼承原來的道路 所以我們這邊呢其實 這樣道路兩旁 我們就盡量不要去更動 然後我們這邊也是種植了很多大僑木 希望能夠盡量減少這邊的影響 好那我這邊就稍微報告有沒有要補充 你還補充一下 那邊有什麼活動區啊 大門大臉 你能不能算的 我補充一下齁 第一個這邊我們活動區會設計這個停車場的 討論就是一小塊的停車場的部分 然後這樣進來 然後再來我們這邊的道路比較特別是說 我們不要就是 不要再開心開地道路 而是由近有的圍牆尖上的那個道路 或近有的道路 基本上是繞著園區外圍再走進來 就盡量不要再偵測的部分啦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那個中間留的建築物的部分 就是希望能做為像文石的教室啊 然後生態的教室這樣子 大家來做一個這樣子的複製 還有生態觀察的地方 還有650箱那個 那個魏翔啊 你稍微報告一下 你說這邊這個啊 對對對 李長這邊有提了一下 所以我們這樣來討論的是說 盡量是以這個 這大概有共識啦 就是說 呃 以開窗的方式 而不是用整個去除 或是這個 盡量用開窗啊 然後降低的方式來做處理這樣 還有沒有其他的 沒有其他的 有的 有的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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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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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組很精彩 來我們謝謝這組 這組應該也不是說里長 是里長剛好在那組 對對對 很多很多那個 在地的很多務實的想法 好 第三個順序是 是 是這組 好 來 來我們歡迎這組 大家好我們是第三組 然後我們的那個 領導者就是那個黃老師 所以就花很多時間就是可以 從那個物種啊的特性去做學習 我們一樣 是 唯え